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巴特勒会离开森林狼 毕竟上个赛季他曾携手两位壮狼打进了NBA季后赛 然而因为运气的原因遇到了常规赛第一名的火箭队 而唐斯以及维金斯也是联盟连级的新星而且森林狼的主教练是此前巴特勒的恩师 那么为何不管球队还是主教练怎么挽留 巴特勒还是选择离开呢 小编整理了下美国媒体给出的原因 大部分基本都是指巴特勒无法忍受维金斯以及唐斯两人的打球态度 而巴特勒坚持认为和他们打球是看不到任何未来了以及独冠的希望 由于森林狼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 巴特勒目前只能继续缺席比赛 而昨天森林狼对赞雷霆的比赛中维金斯的首发表现毫无存在感 全场出手27 紧接拿到了4分一个篮板一个助攻 命中率三场比赛平均下来只有37% 进攻端完全迷失之外 他在防守端更是遭到了乔治玩爆 让球命心酸不已的是病魔缠身的罗斯在场上 依然十分积极十分专注 而他的球胜欲望比两位准撞强得多 如今才23岁的维金斯已经开始打养生篮球了 其实维金斯的身体天赋并不差 他参加NBA替测的时候弹跳达到了1.2米 这样的高度直接秒杀乔丹和迈迪 不过如今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点运行的样子 而比赛娃进入联盟的汤斯也是全明星球员了 很多球迷也因此表示 终于理解巴特勒为什么非要离开森林郎了 现在来看阿特勒提出交易申请市民事的决定